你看粉丝评论你了吗 粉丝评论是不是又夸我呢 你拉倒吗 粉丝都说你口口嗦嗦太小气了 我啥时候小气了 这哪个粉丝说的 我什么时候小气了 粉丝都看见了 你自己吃51碗的牛杂面 让我吃茄子 茄子不是你自己找的店吗 你说那茄子特别好看 你非要去吃 那我挑的就是最正确的吗 你怎么不给我一个更好的建议啊 我真是服了 那这也能怪到我的头上 大家太冤枉我了 我就差把大气俩的闲脑门上了 咱今天吧 今天必须得安排一队 高端大气上场次 低调奢华有内涵的 好呀好呀 现在我在滨海新区的黄海路 今天咱们要去的就是这一家 粉丝朋友推荐的 叫岳胡苑 怎么样说一下 这地儿看着够不够关断大气上党次 这是饭店吗 应该是 这是一个粉丝朋友推荐的 反正从外边看不太像饭店 那进去看看 您好 您好 没有人啊 人吗 两位我吃饭 多漂亮 小桥流水的 看人家这小中式风格 房顶上挂着小纸伞 胡亭周会 看这小亭子 看我们的摄像已经坐那了 那是个小船 高端大气吧 上船了 小屋棚船 这第一次坐在这种小屋棚船上吃饭 就是有点窄吧 但是感觉还挺好 他们这里整体的装修啊 就是那种纯中式的啊 特别的漂亮 一龙的面积不算特别大 但是装修的非常精致 全是小细节 就是浓浓的那种古代的时候 江南那种风情 话说回来啊 它毕竟是个饭店是吧 光装修的好看不行 咱看看它这菜到底怎么样啊 这小菜单是挺简单 就这么一张纸 扫码点餐啊 咱看看人家热销榜吧 排名第一这是什么 生煎包 28一份 不想吃包的哈 排名第二的是东坡肉 22一份 这应该是一块 这咱给来一个 排名第三的广东菜心 18块钱一份 还真的挺便宜啊 来一份 鸟巢油条虾 这个看着不错啊 来一份 凉菜 十多块钱 二十多块钱 咱就不要凉菜了 七公叫花鸡 这咱来一个 这看着挺漂亮的 88一份 这不算太便宜 点这些应该够了吧 够了 咱们两个人我感觉都吃不了 它那东坡肉应该就是一块 然后就是一个叫花鸡 一个鸟巢 右条虾 一个广东菜心 应该够了 够了 高端大气咱有了 但是咱别铺量浪费是吧 就这些把它下单 敲三下 等我先看看 敲啥下 大泥嘎的 二条水水瓶 下车 一下 哎呀 劲儿太大了吧 三条鸡肉满汤 好嘞 准备鸡肉鱼 好 好 谢谢 一会儿我给拨开 剥开的拿过来是吧 那泥弄完了 现在是荷叶 对在荷叶里边抱着 刚才给大泥包包给溅下去了 哦 老热了 整个大荷叶给包着 荷叶味儿还挺香 对 老香的 肉老饱满了 老香 挺辣 一轻轻一拨 哇 真嫩 看着 放在那 然后放香吃 有咸咸香吃的感觉 行嘞 是吧 上菜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个浇花鸡 刚才那个大泥巴块 然后还敲几下 然后人家给拿到后边 把泥巴块都给处理掉 把锡纸也包掉 然后带着荷叶就上来的 这荷叶的香味 还真挺香的 整个一大荷叶包着的 这七宫酵花鸡是88一份 反正看这鸡不散太大 待会尝尝味儿 这个是白酌的菜心 18块钱一份 这个还可以 这是我单点的一个东坡肉 这是最特色的杭州菜了吧 一大块 这是一份 就一块 我把它弄出来 这样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倒吧 直接 看这汁 这大肉块算不上这种五花三层 但是看着也是非常不错的 看看这大块 这就手掌这么大感觉 把它切一下 太大了 好软 底下的肥肉这么一摁 它就 整个就跟烂了一样 整个这肉都感觉哗掉了 你知道吗 看着肉皮肥的 看着太香了 肥的 带着肉皮 哎呦呦 尝尝 哇塞 甜口占了重点啊 但是又不是特别的甜 能吃到那种酱油的味儿 还有那种卤的那种老汤 就是红烧肉 把它炖的那个汤那个香味儿 而且刚才那口肥的吃起一点都不腻 你真不腻 瘦的冬坡肉 蘸着它 哎呀 香 瘦的没有完全炖化 有微微有点小嚼嚼 但是很软啊 哇塞 这肉 绝了 这一定你救米饭 这个 哎呀 好吃 鸟巢油条虾啊 这也来了 这个菜看着也挺不错 这是弄成这个外边 这是一个跟个鸟巢一样 这是扣上去的 这是拿糖弄的 应该是 上面还有黑芝麻 尝尝那油条虾 这就是天津那个芥末虾球 外边那是有点小芥末的那种沙拉酱 里边是一个大虾仁 跟油条一起炸的 炸的火会挺好 油条非常的酥 味道可以 就是那个芥末虾仁那味儿 这能吃吗 真是糖 拿糖弄成这个罩子 把这鸟巢拿起来看就清楚多了吧 油条 里边都是虾仁 但这块好像不算太多是吧 它这菜量都不算太大 咱再看看这七宫的叫花鸡 小鸡不算太大 这鸡肚子里都有货 看见了吗 有大葱 还有一些料应该是 鸡肉反正现在是非常嫩 看着 这一拽就下来了 看这小鸡腿 看着非常嫩对吧 肉上都饱含着汁水 来个大鸡腿 酱花鸡这个鸡肉是非常的嫩 但是味道怎么说呢 其实我吃的稍微点偏淡 而且那个荷叶这个味儿啊 它一蒸之后 一烤之后 这个荷叶的味儿比较重 就微微的你感觉 好像是有点那种苦味一样 其实它不是苦 就是那种荷叶的味儿 鸡肉烤的超级嫩 但是还不干 不过我吃的就是 味道好像淡了点 然后荷叶味偏重一点 别排了赶紧尝尝吧 待会都凉了 摄像头还留哈喇子的馋子 快快快 尝尝 看人家摄像头会吃 人家不要米饭 来了个桂花糯米糕 上面那是桂花吧 对 上面是桂花 好吃吗 可以 这冬河肉必须配米饭吃 看这块肉皮 里边还夹块瘦肉 太香了 我加的根 油条下的油条炸得非常的酥 然后里边的虾仁是特别软 哎我天撑死我了 整个这一大块冬河肉都我自己吃的 摄像就尝了一小肉丝 这个鸡我们吃的比较少 因为它这个荷叶味啊 你要吃不惯的人 你会觉得这个味道比较重 摄像就没怎么吃 他说这味比较重 我吃还行 但吃不了了 咱们再打包吧 它这荷叶的味有点像中药那个味 是吧 嗯 有点像 有点像 它有煎荷香味 对有它香味 对对对 191 对 哎 看见 两个人一共花了191 我觉得今天中午吃的还行 这个地儿啊 应该算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了吧 冬河肉22一块 那价格我觉得可以 而且味道也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得快点吃 如果一凉了之后啊 它那个油啊会有点发凝固 那个鸟巢腰虾 其实口味就是那个芥末虾球那感觉啊 我觉得还行 刚才打包的时候 我也和那经理聊天 那个椒花鸡外边包了一层大大的荷叶嘛 所以它一蒸一烤之后 那荷叶的味道会比较重 那荷叶的味道呢就微微有点像那个中药的味 但是它还有那种植物那种香味 荷叶的香味 你要是爱吃的呢可能就爱吃 要不爱吃的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总体来说啊 这家店的装修啊绝对是非常非常有特色 菜的味道我觉得也属于中上等 关键是这个价格啊 像这种环境下在这吃顿饭 它这个价我觉得它真不算太贵 行吧 那咱本期的视频就这样了啊 喜欢小黑是没点关注的想点一关注 良心评测看小黑吃饱喝足了 收兵回赢 喜欢小黑视频朋友 一定记得长按点赞见啊 别忘了 拜拜